第四集 塔德西里乌游猛西和犹他率领的布隆迪王国国民议会代表团 朱德委员长同贵宾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这面先进的红旗已经有15年的历史 15年前全国文明的七七哈尔第二机床厂的工人马恒昌和他的伙伴们 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建立了小组民主管理制度 用忘我的劳动在生产中创造新记录 获得了模范班组的光荣称号 马恒昌现在是这个厂的总机械师 马恒昌小组在15年里 先后更换了七批组员十个组长 现任组长谭寿生和全组工人 继承和发扬了老组长和老工人的优良传统 不断进行技术革新 推广和运用先进经验 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效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5年来 他们坚持民主管理制度 天天开展竞赛 天天进行评比 始终保持着先进小组的荣誉 15年前 由马恒昌等人树立起来的红旗 已经成为一面不断革命的红旗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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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东区府县城关人民公社五泉庄大队 三次到凌晨公社东郭大队求教取经 东郭大队是山东省出名的先进大队 是全省集体经济办的好的活样板 党织部书记郭守明 向五泉庄大队织部书记张志亭介绍经验 比样板 找差距 武泉庄大队虚心学习东郭大队的革命精神 知书张志亭带头参加劳动 武泉庄大队 武泉庄大队当前生产中的主要问题是缺水 他们就抓住这个薄弱环节大修水力 社员们苦学苦干 决心分期赶上东郭大队 天津大中华橡胶厂 从1956年以来活学活用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 改变了过去使用人工操作的落后生产方式 把成型车间的15道工序组成了一条流水生产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在笔学杆帮运动中 职工们进一步地发扬了力争上游的好风气 使胶鞋品种由1962年的18种增加到34种 产品质量大多数已达到了全国先进水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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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